很煩欸 我今天情緒很多 好看的 所以妳比較易感是不是 對啊 我跟你說 我最近不管是在全民心運動 跟他們說我愛哭鬼 就是很容易很多感受 因為我覺得是因為生活中太忙 然後很多事情很多情緒 我都沒有辦法好好的去宣洩出來 我有看你拋千球 蠻厲害的 我剛剛才看完 對 我創下了紀錄 千球 對 最近 8.51 對 所以我就覺得因為很多情緒在事裡面 所以當講到某一些事情還是怎麼樣的時候 欸就會突然 突然喔 就超突然 超莫名的就很累 你們現在隨便講兩句話搞不好也可以看 還好沒有那麼 剛剛提到說一段時間其實很痛苦 想說自己為什麼要搞成這樣 大概持續多久的時間 我應該是今年一整年 就是從去年年 就是開始籌劃準備要上市 然後其實從去年我們就想要上市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就一直延 然後延到今年 終於好像 好像OK了 比較平穩一點了 我們五月來辦的發表會 結果前兩天 對 突然爆發 所以就覺得好事多磨 然後一度很擔心 因為這記者會其實不能辦事 因為很多活動都取消 很擔心 就是那時候看到新聞的時候 就每一天準時兩點就要去看 直播 直播就看講什麼 就說之前前面兩天 然後其實今天本來是很多藝人朋友要來的 然後都臨時取消 很多廠商也是都聯絡好了 就真的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放不成 藍隊也要來 藍隊也要來 有誰來也有答應 我的家人們都會來 對我的藍隊都會到 本來是都要到 本來都要到的 對啊 大家都欸超挺 餐點也改成這樣 對啊 就是 藍隊本來全部都要帶 然後我們的餐點 本來就是 這邊就是個party 酒水全部都有 準備好了 就是跟他們說 你們來這邊 開開心心的吃 放鬆 我們還跟藍隊說 我們終於有一天 就可以這樣子放鬆 因為昨天剛錄完影 我特別放 留在禮拜四 也是因為要配合藍隊 喔 很用心吧 對 因為我們的錄影 都在 禮拜三 對禮拜三 所以我們就是 禮拜四是休息日 所以我就特地辦在休息日 就希望大家一起可以來 然後 餐點啊 那些全部都改成盒子 為了防疫 所以很多事情就突然本來 一切好像很正常 突然就變化了 就變成 我們要往防疫的方向 像今天我畫得很漂亮 結果我還在戴著口罩 浪費 那籌備期間 大概每天睡多少啊 這段時間 我們沒有 就是 平均 平均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的時候 是兩三個小時而已 有時候兩三個小時 因為我們排練有時候 會很早 所以可能我們練八點的話 我其實六點比較起床 然後我們車程 我們會拉比較遠的臉 所以就是很累 而且要顧家裡 你那天禮拜一 是不是去拍東西 和你找水晶 然後隔天禮拜二 用一招 那你去拍MV 我的MV是五點 後五點 然後前一天 差不多十二點多 才回到家 對 然後五點拍到凌晨一點 然後 我第二天 八點 又要去排練 又要去練習 所以我卸完妝 睡覺 上床的時候 大概三點多 然後睡沒幾個小時 大概是兩個小時多吧 就起來 這就是我最近的生活 就是覺得很累 但是 就看這東西 慢慢出來出來的時候 就覺得 好像也蠻值得的 對啊 剛聊到說本來 去年底就要上市 那一直延到今年 算五月才上市對不對 你這中間有算過 因為這樣 又賠了多少錢 其實 那個數字 我不是很明確 不是很明確 但是因為我們的網站 因為我們是電商嘛 網站其實全部都已經付錢 我們就決定是 年底要上線的 所以他一直在跑 一直在等 然後幫我們的印刷 因為疫情東西 印刷 而且都會有delay 對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就是 因為疫情的關係 缺工啊 缺材料啊 所以其實很多 一層打一層的原因 嗯 那你說你這樣子的生活 就是都 感覺就是很晚睡 然後又 可能又隔天又很早起 那你跟妹妹這樣 你們兩個在家裡 我們就是室友啊 完全是 而且很不熟的 就沒有不熟 對 還要問我最多的是 欸你什麼時候有空 我想說 那麼好 請我吃東西 有空啊 說 你幫我送狗狗去洗澡好不好 或者是來開會 對 或者是你幫我遛一下狗 那就是我有時候太晚了就這樣 或者太早出門 大衝 我沒有辦法遛狗 因為真的 太忙了我就請她幫忙 我就想說 欸 遛狗 好 這樣戴 哈哈 想問一下家歡啊 因為畢竟妳是藝人嘛 那代言姐姐的商品 有沒有收代言費啊 呃 沒有 就坦承跟他們說沒有 沒有 畢竟這幾年我也是吃姐姐的蠻多的啦 希望姐姐未來可以再多多繼續照顧 他養的肥肥胖胖的 白白胖胖的 對 而且 而且 姐姐妳可以分我肝骨吧 是 她應該有收到保養品吧 保養品有 我從頭用到尾 因為我從試的時候她就試 就是無限量供應 無限量供應 這個完全沒有問題 無限量供應 她會 我要講什麼了 我忘記了 妳跟她講什麼 可能她突然忘記了 我幫妳試那麼多餐廳 喔沒有 因為現在要代言 我覺得現在要代言很難 其實藝人要代言其實現在比較難 那 感恩姐姐給我機會代言 要不然我沒機會代言 知道就好 對 就是給她一個代言的機會 欸我自己不代欸 給她代 對啊 因為妳是老闆娘啊 妳是老闆 是啦 我覺得這樣比較有意思 但我比較年輕啦 比較適合 我們沒有要講這一個 沒有 因為這個系列比較適合她 就是為她打造的 所以我嘴巴說出來 由她自己代言會比較有 有意義 對 因為大家剛剛有看到她的臉長這樣 然後其實很多女生都會因為這樣子自信 所以我覺得由她自己來講這件事情 來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的肌膚保養好 其實就會有自信 可是她講這件事情 是我覺得最適合的 我也會過敏 但只是我沒有她那麼嚴重 我看著她 不敢出門 然後 每天就是 比較靜止 對 很難過 其實我自己很難過 我對她來說 我像媽媽一樣 可是剛剛看她的照片 沒有到很嚴重 你確定 她是紅嗎 她是紅 很多一點一點一點 因為那個 袋幕上看不到一點一點的 你們照片 那手機我手機還在嗎 是小粉絲 是壁頭那種 是壁一整片 這邊壁一整片 超可怕 欸我的手機大概多久 就是妳的那個 膚質狀況比較差的時候 很多年 還是是看氣候 蠻久的耶 大概 我覺得有兩三年 有兩三年 她都會跟我說 欸你不要那麼靠近我 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密集恐懼症 真的很可怕 因為她每到一個新環境 她就會長一次 然後就是換季的時候 而且是不會好的那種 長了消了 又再來 長了消了又再來 我自己那時候覺得 天啊我會不會一輩子 就長這樣子了 就覺得 是因為氣候的關係嗎 環境 環境啊 氣候我覺得都有很大 包括保養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 是長痘痘嘛 我就狂擦痘痘藥啊 然後狂擦 以為是青春期 對對對 我覺得是很油 粗油嘛 就擦乾的東西啊 沒有想到其實是要 保持 因為有時候太乾 它反而會 出很多油來達到平衡 這樣子沒事 對不起 對不起 這樣子沒事喔 你用眼睛看就好 下面的鏡頭給我翻遮一下 剛剛因為 剛剛因為 沒有那麼嚴重 你看這個臉跟這個臉 有光滑度一長 就好像這個 就好像那個網路 我們像磨皮 就磨成這樣子的概念 我那時候修圖技術 也是 也是那時候 練出來的 真的很可怕 你看那女生 我想問一下那佳歡 用了產品之後 多久才 才變成這樣 我覺得一直穩定肌膚 我覺得 因為我這樣子講好了 我自己講這件事情 是很真實的是 它不是藥 藥 我們 我們咳嗽 吃咳嗽藥 就會挺咳嗽 但這個肌膚 其實我們用的是保養品 我身體裡面可能還會有荷爾蒙 讓我長痘痘 但它是可以讓我平穩我的肌膚 我可能之後 之前可能要很久一段時間 maybe兩三個禮拜 我才可以消一個痘 但現在我覺得很快大概 一兩天 甚至兩三天我就已經可以就是 平順了 就覺得又回來了 對甚至是不太會容易長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保養的概念 如果這個東西它差了 馬上可以讓你痘痘消失 它叫痘痘藥 就不是叫保養品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多消費者 沒有辦法去理解 因為如果你擦了這個東西 是馬上那個痘痘消掉的 那就是要咬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長時間的作戰 就是你要怎麼讓肌膚穩定 這些也是我們想做的 就是我用的這個 我可能今天曬太陽 我濕膚 這個是一個急救的概念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 要怎麼讓它不容易長東西 那就是從保養開始 我就希望女生就是 因為保養對我來說 我是每一天都會做的事情 我希望這個時間 是好好跟自己相處的 我在磨的時候 味道 等一下 你們聞聞看 那味道是我們做在那個 實驗室裡面 做了一整天去調出來的 我們是用天然精油去調那個味道 那味道就是很舒服 用過的人 就是我有給我身邊的化妝師啊 身邊的朋友啊 那因為行程國境他們都有用過 他們都很喜歡 對就覺得 我都是從身邊的人開始 讓他們去給我一些意見 去帶然後慢慢去調整 甚至是 我化妝師用了之後 我不會脫屑 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工作本來就是 要免帶妝整脫 對賣臉的概念 對所以我敢用我的臉去實驗 我相信消費者也很會很有信心 所以現在在上全明星的話 你就是 是不是都是素顏吧 我會換眼睛啦 但是我沒有上粉底 就是我的底是乾淨的 你會流汗 底妝有點不見 因為我真的很懶 我沒有辦法上 我真的很佩服某些 某一個人 一直在補妝的那種 我真的 但真的很漂亮 但我真的沒有那麼完美 就是我的臉沒有那麼完美 但是至少我覺得是 我有自信站出來 就是基本的底妝這樣 我沒有連基本的底妝 只有眼線 我就眼線 眼睛 眼妝可以 對就是底妝我都不會上 因為會流汗 流汗之後 我會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甚至是會流 那個粉底液出來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會流汗 但如果一些本來不太會流汗的人 他們很容易就補得到妝 那我真的 我放棄這一塊 但我覺得 這某些層面上也是我自己的自信 我自己覺得我可以素顏見人 就是我的臉沒有擦任何的那個底妝 我也可以見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我想要提倡這個保養品的 你肌不好的話 你就算素顏你 還是會橫臉自信 這藍隊有人搶購嗎 我剛才說我送她們 只有送她們 對 但是我覺得 全都送 對 我覺得這個 他們就像我家人一樣 每天見面 我見他們比 見我妹多 真的見她們 然後我們的訊息都是 聊天 我們都會跟對方說早安晚啊 那一種 不過我妹完全就沒有這種關係 沒有說 欸那東西你可以給我一下嗎 這樣子就沒有聊天的 我想把好東西跟她們分享 所以就是 希望她們用了之後 覺得好用在EOS基地買這樣 對 那因為她的那個 是高雄巨蛋也是要延期的 對 那你們等於說 會不會壓力再更拉長 或是怎麼樣 欸我不知道欸 其實因為 這整個疫情來的有點太突然了 就這兩天欸 就真的這兩天 然後幫我熊巨蛋那個 也突然全部延期 對 所以其實我們也在等候去 對 但我們的排練是不會 那個練習是不會停止的 我們還是會一直練 我就覺得身體 一天不練自己知道 三天不練大家都知道 對 因為我們一向來 就在那個高強度 所以我覺得 我也在等消息 那對上大家的心情 則是這個消息 延期的消息 但其實當下會有一點 錯愕 就覺得說 欸我們期待已久 有要再去旦跟那天 但是 只能隨遇而安 嗯 我覺得很多時候 大家都一樣 像你們也是一樣 就遇到這一副 就覺得 我要怎麼辦 不知道欸 就是 看狀況 建立不行 對啊 就好像我們這一個 本來有把我Party 然後就只能馬上取消 就只能當下做一些主要點 跟教會你戰勝演歌 取消 確認取消 好難過喔 我原本想說 他有演唱會好棒喔 我可以幫他按歌詞啊 對 他就準備歌詞 想要去打工是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 我想說我會看到他說 欸你演唱會喔 我跟你說 那個按歌詞那工作 我來喔 因為我 我很喜歡去看演唱會 所以我每次 在看演唱會 在過程中要唱的時候 我覺得歌詞還沒到 歌詞還沒到 很癢了那怎麼辦 就跟他說我要幫你按歌詞 他是最最 稱職的按歌詞的人 對 但是 就很突然我好難過 是因為檔期 關係沒有辦法延期 對 因為後面還是 就是延 他們也交不出一個時間 對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先取消 因為其實 之前發稿提到說 好像要推新專輯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後面是因為 還有新專輯的行程嗎 對對對 沒錯 因為新專輯我第一波 大概六月就能領到新歌 姐姐我六月也有 我的比較厲害 我的單曲 然後妳的單曲我也是專輯 好 支持一下 好 不想支持一下 不想支持一下 會不會換後續 因為疫情 然後可能工作又會跟去年 一樣 就可能都沒有 或是不會 我覺得這個 我明天 然後下個禮拜 一些商演 就如果繼續取消了 就真的是直接取消的那種 我覺得好失落喔 我本來想說 我全民心運動會結束之後 我就來專心發片 好好唱歌 發片完還搞演唱會 就是 可以恢復歌手身份 我可以唱歌我超開心的 因為最近很久沒有唱歌 就一直在運動 那結果突然取消了 我就覺得 哇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唱歌這件事情 對 所以 後面的事情 我也沒有辦法去預測 對 就只能把 眼線的記憶做好 但是 新專輯是確認會發啊 因為我的歌都有錄好 嗯 對 那真的很好聽 那下次再跟我們講 還不錯 還不錯 所以預計六月 六月 六月 希望 因為疫情啊 對對對 因為很煩耶 我們六月 六月 六月子妳是確認的 我想問一下 江湾你們有考慮過去打疫苗嗎 因為好像大麻那邊已經開始在打 對 那你們在台灣是可以注射疫苗的嗎 可以 可以 對 有想過這個 有計畫 我前幾天才跟他說 對 還要去 想要去那個掛 掛枕嗎 掛枕 預約 預約 也就是身邊也蠻多朋友 我有看到他們去打疫苗 對 我們也蠻蠻 就是跟我爸媽說在南下 也是 也去預約了 對 就是大家先照顧好自己 才有能力保護別人 每個人要先管好自己 對 好 可是全明星的總決賽延期 會不會影響到你後面的工作 其實多數稍稍會耶 所以我也要看他們 後續的事情去交給公司 因為他們還沒有確定延到什麼時候 對 我覺得這個比較麻煩 就是大家沒有一個日期 只是確定會延期而已 所以你專輯一定要等到總決賽之後才能去嗎 沒有 沒有沒有 你堅持沒有 專輯 沒有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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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專輯還在做 對不對 他不知道錄完了 還沒錄完 還沒錄完 有一些個 錄音中 錄完 錄了幾首 對 還有還有 還有兩三首還沒錄 對 MV正在拍 就慢慢陸陸續續 陸陸續續 陸陸續續 我還可以跟她說 欸你煩欸你們 陸陸續續 解決下一支MV可以找我拍嗎 免費 跟代言一樣免費 好我讓你拍 先敲 先敲 對 現在大家面前給她一些輿論壓力 你這樣子我沉默了 這比較沉默 剛剛聊到那個總決賽延期啊 那等於你們接下來 等於最後的總決賽 不確定什麼時候辦 對我真的不知道欸 其實我們都在等 那你們練習時間 就要再繼續拉長 對可能會 但我們現在也只能做這樣子 我們也要等 要等那個節目組給我們安排 對 可是因為上次少錄影一集 所以現在播出村長 應該只有一集的成長 所以你這樣的話 兩集 就兩集嗎 好像是兩集 他們上次不是少錄影一集 其實他們我們本來 本來排的時間就有一集 知道 我們那時候留的檔期 就有一集服務 只是那時候就反而就有預留 節目組那邊反而就有預留 要給選手休息 所以現在只有兩週時間 在那邊等 三週時間 我跟你說 一年四季風扇要帶在成年 我們怕熱到爆 沒有沒有我們後面有 沒有沒有我們後面有 我們後面有比較涼 可以再讓我問一題嗎 就是 因為我想到全明星決賽 因為之前好像全明星決賽的海報公布出來 沒有嘉威的演唱就對了 然後很多網友都在上面反映 就是幾爆全明星在那邊留言 那你自己對這件事情 其實我坦白說 我自己也是看到海報 才發現自己沒有表演 但我覺得沒有翻新 因為其實我覺得在全明星運動會 大家很專注的看到是一個全新的我 就是一個跟歌手遠離的我 就是大家不會覺得說 跟以前那個很有距離感的李嘉威聯想在一起 因為在全明星都會 哇我爛到爆了 就是一個從零開始的人 就是跟大家以前印象中 那個混會唱歌的李嘉威完全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也算是整個節目的一個新身份 就是覺得沒有上去演唱有沒有歪歇 我就做好運動員的這個身份 有頭有始有終 就是從一開始大家從選秀認識我 都好像什麼都不會的人 到後面我已經慢慢變強 慢慢的變得可以為團隊 又神出一個 互出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沒有所謂 我覺得因為本來在節目上 我就是要做好運動的這一塊 你先秤一下 你ok了嗎 ok 那我秤 他說你剛剛有說自己爛到爆 你從零開始 然後你前面一直是 爛到爆 你不知道我是郭迪喔 你一定沒看 我跟你說我沒有去全明星之前 我還真的不知道自己這麼爛 因為我一向來都有在運動 不是因為我沒有想到你會 這麼直白講出這句話 我已經接受這個事實 欸你知道那時候超多人來 罵他 私信我 罵我 真的喔 罵你什麼 罵我拖累藍隊 罵我這麼爛就不要去參加節目 罵我霸佔名額 就是一堆難聽的話 就覺得你這麼爛為什麼要 那我可以講那個 我覺得很好笑的那個嗎 很常會那個 反正就是還會一直被罵 就是反正一直在罵我 說我拖累藍隊這樣子 因為很多很喜愛的人 對啊 可是最後拖累藍隊的也不是你啊 Yup 他有把 他的牽球 他牽球有丟出 有丟出紀錄 我跨欄跨得很好 欸我這是從零開始 那個藍在我的腰那邊 我是這樣子跨不過去的耶 所以跨欄對我來說 這些東西全部是我沒有接觸過的 所以我也覺得說這個過程 我自己也在進步 所以一開始真的是 我超難過超痛苦 我真是用痛苦這兩個字 那個牽球丟得很好 有沒有 雪質的感覺 欸有耶 我真的好開心喔 超開心 因為我整個賽季就好像 我那時候剛才是國底嘛 的概念 所以妳有說妳自己像影星 對 就是因為我不是主將 我的意思是 不會每一場都會有我的那一種狀態 但是我就是很認分的 把我自己改做的事情做好 但那一天牽球我終於有一點出來了 那個紀錄上有我的名字了 就明年或者是下一季的時候 大家說牽球紀錄是領家 我一想說 我又覺得好開心喔 真的會開心 因為妳付出很多很多很多的努力 然後妳想要去告訴大家說 妳真的有做這件事情 因為她很努力 因為還沒開賽前 她就有私底下自己訓練 對啊 結果沒想到 第一天比賽前 一點點 其實受傷了 就拉上我的大腿 因為其實 這個全明星運動畫它的強度 因為我們真的太多項目了 這妳的肌耐力 其實跟我們平常生活運動的那種 強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真的太長時間 所以大家受傷 所以我現在腳膝蓋 我也就是 貼 整個水腫 對 就是應該受傷了 所以受傷 每一個人都會有 然後這就是過程 這是運動員的 所以我也去克服這件事情 剛才有提到那個脫淚染隊嗎 最近有沒有關心一下彩質嗎 就是退賽後的 我們也有訊息她這樣子 但是她都沒有回 對 我覺得就是 把我們的關心送上 把我們該想說的話就不用講 對